大家好,我是Mia刘宇宇,来自FreecoCam社区 我现在是在成都,很开心能够通过视频的形式 在CostCup分享我在开源社群,开放社群中的一些实践和体验 我今天会和老朋友水哥一起来做这个分享 主题是两位普通青年的23年开放社群之路 那我们在CostCup主题的时候,突然想到说去回顾一下 自己已经在社群中待了多少年,我是已经有7年 那水哥他虽然年纪轻轻,但是已经是社群中的老人 他是16年,所以我们加起来就是23年 那我们觉得把这个数字放在主题中也是挺有趣的 而我们确实也是普通青年 比如说我是来自农村,毕业于普通二本大学的 没有进阵力的文科专业 然后是从传统行业转行,也没有大厂的工作背景 待会儿呢,水哥也会介绍一下他自己 所以从2015年营造社群开始 我已经在开源社区乃至开放社群中成长了7年 是一名学习者,贡献者和创变者 我目前是在FreeCrew Camp社区中担任中文社区大使 也是ChangeMaker Change Fellow 所以如果你正在思考或者探索成为更好的自己 同时给世界带来美好改变 或者想了解一下开源社区,开放社群,开放协作 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又或者是喜欢有温度的人和故事 那么我的故事应该可以让你产生一些共鸣 我今天将和大家分享开源公益社区FreeCrew Camp 帮助全世界人免费学习编程 我们的中文社区和很多的高校企业公益学校等等 协作去推动教育公益 以及我们一群朋友在业余时间营造的开源市集 这样一个开放社群 它如何点亮更多有趣的灵魂 为社会创造价值 所以从读大一开始 我一直在寻找自己喜欢和擅长做什么 但是都没有答案 那在大学毕业之后 我是在传统行业工作 2015年7月的一天 我偶然遇到了一位特别的公交车司机 被他积极的工作态度和生活态度打动 然后我萌生了一个想法 就希望为普通人去打造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 传播普通人的美好故事 因为我觉得可能像司机保安或者是农民工 他们很少有机会能够在哪里去分享自己的故事 但是呢 他们也有打动人的故事 而且他们拥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的愿望 那所以我就创办了一个 以读书分享和交友为主题的社群 也开启了自己一段新鲜的人生之旅 也是因为这段经历呢 我在2015年苏州首届跨年演讲晚会上 做了演讲 分享了这位司机 他开上了苏州10家公交示范车的好消息 接着呢 我有机会从传统行业转行 进入了互联网行业 进而接触开源社区 也越来越深入的了解 与参与到社区营造里边 所以这是我在进入开放社群的 Pray Day One的初心 就是帮助普通人 那很开心我到现在依然保持着这份初心 社群营造的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所以当我第一次听说Freakow Camp 它在全球上千个城市 都有学员自发的去组织学习小组 互相帮助学习编程 那我觉得这非常的了不起 进一步了解之后 我就被它通过免费的教育 帮助人们去改善工作和生活 这样一个使命所打动 也很幸运的在2016年 参与创建Freakow Camp中文社区 把它免费的优质的学习资源 分享给更多的国内的学员 稍后我会分享中文社区营造的一些事情 可以说我在开放社群中的做事情的动力 主要就是来源于故事 是被故事驱动 在2018年12月 在北京 然后Freakow Camp创始人 昆西他跟我分享了一个故事 是在尼利亚的农村 有一位小伙子 他因为买不起电脑 然后在一台老式的诺基亚手机上 学习编程 后面成为了一名安卓工程师 和来自哈佛 以及MIT的这些人们 一起去远程工作 并且昆西他说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 有很多人 他都是这样学习编程的 这个故事我给很多的朋友讲过 它确实是深深地震撼了我 就让我觉得 看到更大的世界 然后我会想在我们国内 是不是也有年轻人 他渴望学习和改变 那我能不能够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 去帮助他们呢 在2019年 我加入了Freakow Camp团队 所以这张照片是我们团队成员 在香港工作的一周的照片 在那之前 我们其中有些人已经在线上 写作了两三年 但是从来没有见过面 所以即使你可能还没有在Freakow Camp学习 你也很可能已经在各种地方见过他 他长期是Github上面 Star最多的一个开源项目 在LinkedIn上面有超过20万的人 在个人资料中介绍自己是Freakow Camp的效应 Freakow Camp是如何帮助人们免费学习编程的呢 有很多方面 那这里呢我主要就介绍一下我们的四个主要的支柱 第一个支柱是交互式的课程 有10个认课程时长3000小时 那在完成每一个认证的课程之后 可以免费获得认证 我们正在将Freakow Camp的Python课程 扩展成为完善的数据科学课程 那我们希望让世界各地的人们 都能以一种有趣的交互学习的方式 免费地学习这些高等数据和机器学习的课程 我们的第二个支柱是专栏 所有的文章都是由我们的编辑团队精心策划和检查 涵盖的主题从计算机基础 一些技术概念到项目构建 这就有点像面向开发人员的学术期刊 第三个支柱是我们的论坛 这里它是长期是网络上 氛围最友好的讨论技术的地方之一 第四个支柱是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有将近600万的订阅者 发布了大量由软件工程师 或者是大学教授们录制的视频教程 在2021年Freeco Camp依靠全部的运营预算 大概75万美元提供了超过21亿分钟的教学 就相当于每亿美元的捐款 是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们 免费学习编程将近50个小时 就像我们的创始人昆西所说 我们这个社区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些成就 是因为我们有成千上万的贡献者 我们的志愿贡献者们正在将 Freeco Camp的学习资源 翻译成数十种语言 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有六种语言上线 包括了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 学员们在世界各地自发 成立了上千个学习小组 举办Meetup Hack Song或者技术大会等等活动 来互相帮助学习编程 Freeco Camp中文社区 那我们是在与各类机构 去协作推动教育工艺 培养技术人才的同时 也基于开源最佳实践 打造开放的本地IT社区 为社会创造价值 回顾在中文社区最初的创建过程中 我主要是负责寻找和鼓励 有热情的学员 在本地去组织学习小组 构建当地的城市社区 组织技术交流活动 也给他们提供支持 我觉得那时候 我做的最多的事情 就是和他们聊天 比如说聊怎么样找到免费场地 怎么样和茶仙赞助商去谈合作 怎么样写一篇活动宣传文章 甚至当有的组织者 他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 我会倾听他们 有时候晚上会打几个小时电话 和他们去沟通 很有意思的是 我们可能聊了一两年 然后都没有见过面 但是彼此的信任 就慢慢地累积起来 所以后来我和他们中的很多人 就成了好朋友 现在也是经常聚会 包括水哥 城市社区 我们的城市社区呢 就这样一点一点地 在十多个城市去建立了起来 每月每年都会组织 大大小小的分享会 提克松等等活动 带动了本地的技术氛围 那么在当地的开发者群体中 也是越来越受欢迎 也逐渐收到了很多 大企业 学校 或者是社区的合作邀约 比如说我们的深圳社区 走进腾讯大厦 和腾讯技术团队 信息无障碍研究会 去协作组织体验活动 鼓励开发者们 在产品开发中 更加关注市场人群的需求 成都社区也曾经举办 Codeful City 黑克松 鼓励人们去关注城市的点点滴滴 用代码让城市更加美好 2017年10月 Breakle Camp入选了 中国信息技术 公益发展答题书 这标志着开源文化 成为社会新公益 同时入选的 我记得有IBM 有微软 腾讯 京东的社会公益项目 而我自己也在2021年 很荣幸的被评选为 中国开源先锋 那这是开源社区的朋友们 对于Breakle Camp的认可 所以Breakle Camp 是一个没有任何营销预算的 草根的公益社区 我们非常开心的看到 有越来越多的人们 像想要学习编程的人 去推荐Breakle Camp 比如说大学教授 企业管理者 社区运营的一些朋友 然后开发者 他们都在向朋友 同学 甚至是家人去推荐 甚至有人跟我说 他是在公交车上 偶然听到陌生人 推荐了这个社区 所以就开始 在这里学习编程 那我们可以看到 众多的高校 或者是工艺学校的同学们 自发的组织 起学习小组 在Breakle Camp学习 并且分享学习经验 比如说重庆科技大学 还有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 技术社团的同学们 他们就持续地去举办 打考活动 或者是编程训练营 还邀请我们社区的 这个开发者们 作为导师 给大家指导 那工艺学校 食物学堂的一位同学 他也是在去年的 中文学生开业年会上 去分享自己 在Breakle Camp 学习的一个体验 是从没有学习机会的青少年 成为了编程学习者 在中文社区的营造过程中 我总结了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故事 所以我从最初营造社区开始 就很容易被故事打动 然后也非常有热情去 讲述大家的故事 那比如说通过视频 通过文章 或者播客 那很开心也看到 就是说我们的很多学员 或者贡献者 慢慢从倾听者 也变成了故事的传播者 甚至他们也会来 讲自己的故事 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就构建了一个 充满温度的 有好有爱的社区 那比如说我很喜欢的 两个故事 是尼日利亚的一个女孩 自学编程以后 创办了社会企业 Grey Africa 就帮助其他的年轻人 学习编程 改善就业情况 工艺学校 食物学堂刚也提到了 那里的老师们 也使用FreyCodeCount的课程 去帮助打工子弟 学习编程 并且帮助这些孩子 找到人生方向 也让我们看到了 教育的另一种可能性 第二个词是同理心 其实很多人 在初接触开源社区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不适应 各种开放协作的理念 或者是工具 那这个时候 我们要用每个人 都能够理解的方式 去讲述开源 为开源去魅 这个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过去的几年中 我和数百位贡献者交流 比如说引导没有技术背景的一些朋友 去通过翻译文章 或者是组织活动的方式 慢慢地接触开源社区 同时呢 我也不断地去完善贡献指南 帮助他们除气流程 同时我也会去倾听 他们期望从社区中获得什么 所以我觉得倾听 是在社区沟通中 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 另外呢 同理心还体现在 如果你想从社区中获得什么 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 比如说友好 或者是耐心 那么这个时候 你也需要这样去对待别人 第三个词是可持续 我们知道在社区中有很多所 最繁杂的事情需要做 所以怎么样去保持初心和热情 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这个时候去坚持长期主义 做正确的事情 然后至少把你可以控制的一些事情做好 那我觉得就慢慢地 你会了解自己想去哪里 并且最终到达 我觉得社区它是一个 不会让你失望的地方 另外呢 在有一份适用于所有人的 行为规范的前提下 给我们的社区成员 提供尽可能多的机会 让他们就是 Learning by Dream 从做中学 那我也相信说发自内心的快乐 是推动人们去持续向善的动力 所以我总是提醒这些朋友们 在选择贡献方式的时候 就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来做 那在开源社区中 我有非常多很好的体验 比如说我所在的团队 我们有很好的信任感 沟通也很高效 像我们的创始人昆西 他会制定一个大方向 然后每个人呢 有很大的自由度去做决策 而且几乎很多事情吧 都没有deadnet 然后我们是一个 全员远程的团队 我们每周开一次周会 几十位成员在一个小时之内 就汇报完工作 而且只说两件事情 就是我们在这周 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我需要什么帮助 那我们的社区贡献者伙伴们 也是非常的友好互助 他们非常耐心地去回答 学员的问题 甚至是对于翻译中的 每一个字眼 标点符号都很仔细 还有的朋友 他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社区 把自己的旧电脑 送给有需要的学员 所以在这里 我能够感到很多的美好 真诚善意 确实也有发自内心的快乐 去推动自己持续向善 所以我很想把这样的快乐 和成长的经验 也分享给更多的年轻人 那再加上我在社群中的这几年 其实有很多的青年 他们跟我聊天 诉说自己的迷茫 那我回顾自己 在社群中 learning by doing 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 寻找到了自己喜欢 且擅长的事情 并且是在利他而自利 也逐渐给社会能够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 那我觉得就很希望为更多的人去营造这样的环境 所以就和水哥还有我们更多的一些朋友去营造 开源市集这样一个开放社群 那待会儿呢 水哥也会和大家来进一步介绍 我们的世界正面临着 这种挑战 也充满了无数的不确定因素 但是我无比的确定 教育是应对各种挑战的关键举措 并且最朴素 最真挚的教育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影响 我也无比的确定 青年是具有深深不息的向善和创变的力量 所以通过构建一个开源技术教育社区 一个公益的社区 乃至一个更广泛的 帮助青年人成长的开放社群 我们正在让周围变得更好一点 让社会变得更好一点 进而让我们的国家 让我们的世界也变得更好一点 所以我想以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句话来 结束这个分享 给世界带来美好改变 不是一个人做很多 而是每个人都做一点点 谢谢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今天两位普通青年当中的一位 然后很有幸能再次参加CostCup的演讲 那如果大家参加过19年的CostCup 可能还记得我开源项目的logo OK 我的开源社群的历程是起源于我的高中 那我给自己高中社团的名字 取了一个和水浒传谐音梗的这样一个名字 巨翼堂 那那个时候呢 我刚刚开始接触乌班图 它的第一个版本4.10 我就在我堂哥的介绍下呢 就去申请了10张CD和DVD的这个安装盘 那是我第一次这个有国外的邮件发到我们家里来 那我那个时候会发现 哇哦 它竟然可以像Windows一样强大 而且全都是开放社群一起协作出来的免费的操作系统 而不是我崇拜的比尔盖茨 他花很多的钱才开发出来的 那他当时的CD的这个卡套上面的这个不同肤色的人 围在一起组成的乌班图的logo 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 那紧接着呢 我们社团很快就成为这个上海市优秀高中社团的 评选的选民 虽然还成不了候选社团 但那个时候呢 我就第一次遇见了这种社团摆摊摊的这种模式 而且是直接现场投票 那这张照片呢 是上海市科技馆当时的现场 当时是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社团摊摊 无论是科技的还是人文的 他们把自己的项目啊 还有做的事情呢 全都在摊摊上展示出来 然后你在其中穿梭给你心仪的项目投票 那是我非常奇妙的一次旅程 对高中这一点点 高中社团的开始呢 我那个时候就有了一点点的开悟 那自己的电脑专长呢 就成为了我这个社恐 然后在那个时候 变成社交的敲门砖 来让我迈出 逐渐逐渐向摄影游发展的第一步 那后来呢 到了大学 那我加入了一个 校实家社团 那它是一个IT社团 刚开始呢 主要是为同学和老师 维修电脑啊 手机啊 这些做公益维修的这样的一个社团 那它的 飞扬俱乐部的这个 这个slogan呢 叫创新实践服务穿大 我刚刚进入这个社团的时候 我其实不太理解 这句话的深刻的含义 只觉得好像确实 听起来蛮高尚的 那我们每个月呢 都有大型的电脑一诊 那在我们三个校区的广场上呢 给同学和老师维修电脑 那这是 现在我们学里学妹的一些 绣电脑的照片 我们曾经最高记录一天 绣了一百台的电脑 那后来呢 因为绣电脑 和我们日常 接绣电脑的这个工作 非常的繁重 非常的依赖人工 那我呢 就在 我发起成立的研发部当中呢 以一个产品经理的角色 去设计了这个 电脑 报修系统 那这个截图呢 是现在 新人们做的手机版的界面 那那个时候 就开始尝试完全自己独立的 用编程和开源软件 去解决我们 日常生活工作当中的实际问题 那开始 由一个开源软件的使用者 变成一个软件的开发者 那后来呢 我又发起成立的网络媒体部 然后和十几个学弟学妹呢 一起编辑了三千多个词条 然后完全是基于维基百科 同一套 开源的 这样一个系统 去建立起 穿大的百科 那虽然现在 已经没有人维护 然后服务已经停掉了 但是呢 在那个时候 穿大百科 确实给 我们那几届同学呢 普及了很多穿大的历史 还有当前的一些 资讯 特别是一些课程方面的资讯 当然还有一些 这个校园传说 八卦 那自此之后呢 我就对维基百科 这种模式 非常的认可 那就成为维基百科的一个 忠实的用户和读者 我大量的 这个广泛的知识体系 都是维基百科 帮我去建立的 所以呢 我又有了一点开悟 我才发现 其实我们社团Slogan 应该倒着读 应该先读后半句 是应该在服务穿大的 实践过程当中 去创新 去做创新性的实践 那所以呢 再说通俗一点呢 其实我当时就跟学弟学妹 讲 我说 你应该靠我们学生 自己的双手双脚 做出一点与众不同的实事 那这个才是 我们社团应该有的 价值 而且我跟他们讲 我说 其实修电脑也好啊 写代码也好啊 或者说你编转 百科 或者做电子杂志啊 甚至于像其他社团 去开设英语角啊 去各种演讲啊 这些其实都不那么重要 它只是一种具体的 社团工作 让你把它作为 一个实践的 实践的一个样本 去锻炼自己 然后在这些看似 免费的公益服务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你自己才是最大的收获 自己的成长 才是最大的收获 所以带着这些感悟呢 我 就业之后 就来到了frequent camp 成都社区 也是 有幸前女友 她想学前端 想学web开发 然后呢 我就网上搜到frequent camp 这样的一个 全球最大的开源 这个编程教育平台 那她常年是github star榜的前十 是非常大的开源项目 而且有幸的是 16年 当frequent camp的 城市社区 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 我们成都这边 也很早的就开始 办线下的活动 那所以我们就参与到的 这个社群当中 参与之后 我发现这个社群还很原始 然后我就把我大学 做社团的那些经验 直接带入到了 城市社群当中 那我们把原先的 小型的coffee and code 这样的小活动 不定期的 把它办成了半月度的 这个频繁的活动 以增强这个社群的影响力 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些照片 我们在一个核心组织者的 自己开的咖啡店里面 一个python程序员 开的咖啡店里面 每两周去办一次 这样的活动 都是一些面对面交流 很舒服的小型技术活动 这样的沙文 但办久之后 我们也是有点野心了 那所以我们就开始 办一些峰会 一些conference 因为我们都是 外部开发者 所以呢我们 从2017年开始呢 就每年办一次 这种大的conference 因为成都过去 也缺乏这种 纯技术干货的conference 所以我们 我们就从17年开始 连着办了 六七届这样的大会 那都是四五百人的 这样的盛会 也非常受这个业界的公司 和我们当地政府关注 这边是17年和18年的 大会的现场 那其实从18年 大会的外场开始呢 我们就尝试做一些 开源软件的展位 其实这就是 我后面又讲的 开源市集的雏形 那这是我在展示 我当时的开源项目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又得到了一些 领悟 那我们当时 费了这么大的力气 办了这么多的活动呢 我们自己事后总结 其实我们就是想给 祖国大西南的 这个川渝地区的 IT从业者的 打造一个家门口的 行业社区 因为我的学弟学妹 他们毕业之后 去北上广山 甚至国外发展 他们常会说一个理由 就是觉得 成都没有技术氛围 所以他们就走了 但是我这个人就比较轴啊 北方话说就是轴 那如果没有技术氛围的话 我们就自己也打造 这样的技术氛围 那经过 四五年的这样的发展 其实现在成都 近几年的 干货的 大小技术活动 各大厂 很喜欢在成都 办各种各样的活动 开发者的这个氛围 也都起来了 那我觉得也是 算是我们第一个 去吃螃蟹 做一个链鱼 做一个搅局者 来 来做一点微小的贡献 后面呢 通过FCC的一些人脉呢 我结识到开研社 那第一次 真正的跟开研社接触呢 是2018年的中国开研年会 Costcom 2018 那一直到现在呢 我都持续参与 Costcom的这个筹办 因为最早呢 看到中国开研年会 肯定是鼎会了 肯定是有很多 开研的大咖了 非常想去 但是一看当时 在深圳办的时候 有几百块钱的门票 我觉得 有点不想出那个门票钱 那怎么办呢 我看他们有报名志愿者 好 我就去报名志愿者 结果呢 除了当地的那些 大学生志愿者以外 很少有像我这样的 社会青年 带着丰富的这个社群经验 来当志愿者 所以他们直接就说 你去做外场的志愿者负责人吧 OK 那这个时候 就挂上工作人员的排排 然后可以自如的跟 大咖们去勾兑 去搭讪 然后呢 并且这个饭点还管饭 对不对 晚上你就自己出一个 出一个住宿前 就行了 那 那年的大会 我自己还是蛮happy的 而且正好赶上了 开源社的生日 吃喝玩乐 还是 这个氛围还是蛮开心的 那紧接着 我就直接加入了开源社 成为正式成员 那这三张照片呢 是2019年在疫情前夕 在上海的华师大的校园里面 办的Costcom的2019 那这第一张照片是 结束前的闪电演讲的现场 那最后一张照片是 我在主持工作坊的分论坛 然后中间这张照片呢 是我们当时开源社的全家福 这是在我们的晚宴上 大家非常的happy 然后国内外的开发者 开源大咖 都有深入的交流 对 然后呢 我就加入了 开放一个松 这个内部的开源项目 这也是2018年 我第一次参加Costcom的时候 微软捐赠给开源社的 一个开源项目 后来我就负责 它的前端开发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也经历了 很多的delay 多次打破die-line 然后多次有小伙伴 坚持不下去 然后就离开 这应该是我第一个 完全是带领 作为一个leader 去带领国内的小伙伴 来做一个 一个没有太大商业价值 一个非厂商性质的 纯民间的开源项目 其实体会到蛮多艰辛的 但是现在它还是处于 有一些改版 没有做完的状态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误导了一些东西 虽然确实开源社在国内 做了很多 主要是面向正企 和高效的一些 开源的宣讲 推广的这样的努力 但是呢 其实中国大陆的开源 其实还 我觉得还没有很破圈 还是处在一个 可能多数的人 抬头不见低头不见 大家基本上都认识的 这样一个 不能说小圈子吧 反正就是 这样的一个业界的圈子 并没有突破到更多的 普通民众的 这样的视野当中去 这仍是我们 包括开源社在内的 很多我们的开源社群 国内的开源社群 努力的一个方向吧 那在带这些开源项目的过程当中呢 我发现一个很 更深层次的问题 就是原先大家都觉得 开源 它的核心就是开放 自由包容 平等 协作 但是实际上 可能更深层次的 并不是这些表面的 我认为是表面的东西 而是主动参与 就当一个人 他没有很主动的 想要去参与到 这样的一个项目当中的时候 其实你的开放 是个摆设 或者说 开放 自由 包容 平等 这些东西 只不过是这些主动参与的人 他们的最佳实践而已 他们总结出来 他们做多了之后 他们选择了开放 不选择封闭 他们选择了 平等 包容 因为这样能更高效的 更好的 做完这个项目 做成这个项目 所以这些主动参与的人 选择并且总结出来的 这些东西 最终 可能起一个 Branding 一个商品名 一个品牌 叫开源 而真正的内核 是主动参与 OK 那 我印象很深刻的 两次大会的经历呢 还有 其他社区的 Gnau社区的 和Costcoff的 这两次大会 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也给我一个很大的激励 那17年的Gnau社 在重庆 那其实他的 总召集人 文七祥 其实也是我们Costcoff 常年的核心志愿者之一 他也把一些 他以前的台湾经验呢 也在重庆这次大会上呢 就发挥的非常的棒 那两天的议程 大家非常充分的 在主会场和分会场 进行交流 那最后一天呢 也在重庆 和这个优秀的讲师 和志愿者的 一块 这个 感受重庆这座城的 这个魅力 大家都真的非常开心 那台湾呢 台湾之行呢 2019年 也是算是疫情前期 我们开源社的 大陆的讲师 一起来到Costcoff 然后跟Costcoff 还有这个 台湾的开源年会 日本的开源年会 四会 这个 合作一次 更盛大的会议 那我也有幸在上面 讲了一个 讲了两个技术 和社群结合的主题 这一次的台湾之行 确实给我们大陆讲师 也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们第一次参与到的 应该算是 亚洲最活跃的 大会 开源大会当中 然后 会后呢 我和另一位 这个Linux中国的 这个联合创始人 白焕成同学 我们也一起 花了一周的时间 从台北到台南 采访了很多 台湾的 开源年间作者 和 开放社群的核心成员 他们的经验 给我们 带来了很多的启发 所以呢 我又得到了一些开悟 这个时候 我开始渐渐地觉得 开源圣经那本书 大教堂与世纪当中 所描述的 大教堂 可能 不太是 真正的开源社区所在 而市集 我觉得才是 开源社区 诞生生长 并且 发展壮大的 根基 而且我们有幸 也参观了 这个Mosella 在台北的摩子公寮 第一次 接触到了这种 完全开放式的空间 然后大家 每天晚上只要 下班 有时间 愿意来这里 喝喝啤酒 然后 聊聊天 然后分享一些 没有预先定义的主题 或者说 谢谢代码 大家一起 交流一下最新的技术 这样的一种 非常非常日常的 每天晚上的 这样的一种氛围 也是让我大开眼界 所以 在台湾的 这次旅行 就对我个人 是非常非常的激励 我经常拿回来 把这些故事 讲给大陆的同胞听 我真的是希望 摩子公寮 还有开源市集 还有台湾 在用开源的技术 来服务 公益和社会的 这些经验 可以完完整整 带到大陆 然后 大陆能奋起直觉 然后最后 大家两岸 能有一个 在这些方面 一个更深入的合作 对 所以呢 我和前面的第一位 普通青年 米娅姐呢 我们 虽然是FCC 这个认识 然后共事了 几年 但是呢 我们在 开放市集方面 达到的高度共识呢 就最终 形成在了 开源市集 这个新的社群品牌上 那我们是以 开源的软硬件为起点 然后呢 把它推广到 公益项目 这样的一个 通用的 开放式协作的领域 来构建起一个 开放社群 那它无论是科技的 还是人文的 还是环保的 甚至于 有趣的 商业新兴领域 我们都希望 这群有趣的朋友 可以有更深入的交流 协作和共创 因为 为什么最终提出 开放社群 开源社群 开源市集的 这样的一个方向 是因为呢 我在这之前 我陷入到 精神和身体的一种 双重疲惫当中 有点找 就做了这么多年 十多年的社群 有点找不到的方向 或者觉得 找不到的意义 但是在一次 在这个川西的旅行 之后呢 那次也有一次演讲 我突然就顿悟到了 其实开放社群 它可能更大的意义 不在于开放社群本身 而在于 我们青年人 已经走向了社会 已经脱离了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和 和传统的社会教育 那现在迷茫的年轻人 还需要自我教育的 一个空间 和方向 而开放社群 这种 不会 故意去限制你 而且给你打开 很多思路的 这样的一个空间 会给年轻人一条 这个 走好未来人生路的 一个路径 一个指引 那所以 我们把 开源的精神内核 开放式的 社会化协作 把它 拨开 然后提出来 给更多的 非科技圈的年轻人 去讲 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 然后给他们 以新的启发 所以我们的 基本的一个玩法呢 就是先把自己的一些 东西开放出来 把自己的心打开 然后呢 让大家发现 我们开放出来的 这些东西 它首先是很有趣的东西 当大家 觉得它有趣 就会产生一些协作 当协作多了之后 把它玩得越来越花 越来越 越来越有趣 越来越复杂的时候 我想有一天 它肯定会 对这个社会 派上它的用场 那这样的 就有一个 先开放 再有趣 后协作中有用的 丝滑的 平滑的 一种社会创新的路径 而且要达到这样的 一种状态 我们 抛弃原先 我们 做社群的那种 基本的惯性 会划分什么 核心组织者 志愿者 参会者 还有其他工作人员 这样的 还有赞助商 这样的 很有翻篱的 这个一个一个的角色 在我们社群里 现在每一个人 都是共创人 其实每一个人 都是我们常说的 用户生成内容 UGC这种互联网模式 的这个用户 人人都是生产内容 创作内容的人 那把我们通常的那种 在讲台上 聚光灯下 去讲很多高大上的主题的 和观众之间 很有距离感的 这样的模式 把它打平 从峰会变成海会 从 有些人 少数人是山峰 而变成每一个人 都是大海里的一滴水 每一个人呢 都可以掀起浪花 然后成为浪花上面 可以折射光芒的 那个水滴 所以呢 每一个人呢 在这种开放的 视频当中 都可以用自己 的方式去理解 并且介绍 开源和开放式 协作 而且我们现在 更重视 推广开放式 协作这个词 而不是开源 这个词 虽然他们精神内核 是互为表里 但是 开源 开放元代码 对于大多数 普通人而言 还是比较 艰涩 他会问 诶 是开源 节流吗 虽然也是一个 很好的 状态 但是 当然不是开放元代码 还是有所偏差 但是 我们跟 跨界的同学 去讲 开放式 协作的时候 诶 他们很快就理解了 诶 我们这个行业 也有 这种 开放式的协作呀 那他就很愿意 参与进来 他就不觉得 是一个门槛 那我们就很容易 吸引各种 跨界的人 来开源市集一起交流 所以呢 我们准备了各种各样的形式和内容 来让大家从各个角度参与进来 比如说我们的核心内容 是开源项目 公益项目 还有有趣的商业创新项目 他们共创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市集环节 那市集是我们的主打 那这是我们5月29号的最近的一次市集 在软件园的园区里面 一字排开两列这个市集的摊摊 然后有很多的各种年龄段的人都来参观我们的展位 然后还有双胞胎的女儿被领着来参观 这个激发童年时候对一些领域的兴趣 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那现场呢 还有我们FCC的编程的工作坊啊 还有零废气 食物零废气这个组织的现场的一个宣讲 宣讲和工作坊 包括他们还有抽奖 还有一些这个环保性的餐具 和其他的一些生活用品的这样的一个抽奖 当然闪电演讲呢 对于这种开放空间的活动肯定是必不可少 那闪电演讲也是CostCup常年的这个最火热的环节 那当时我们在CostCup这个参加了之后 感受非常的强烈 因为那是最火爆的一个环节 坐满了人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闪电演讲在中国大陆也可以火起来 那左边呢是我们成都这边电子科技大学的大二的学生来讲 他用Rust写的微服务的开源框架 然后右边是我给大家科普一下近些年来汉服复兴运动的一些知识 那当然因为疫情当下 所以呢我们也同时用音视频直播的形式 去让更多的来不了现场的同学来感受我们现场的氛围 那感谢场地方给我们提供的这么好的音视频的直播室 和这个分享的这个大厅 当然呢要感受这种热情伺火的氛围呢 肯定少不了我们的乐队演出 那我们本地的这些青年乐乐团都来跟我们捧场 当然了就是有的科技肯定不能少的艺术 那这个科技艺术互为表里呢 那我们有当地的青年艺术家展出他们的摄影和绘画作品 那还有我们当地的这个惩罚十块钱的诗社来现场 和大家一起去在音乐声中作诗 当然了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年轻人祖国的花朵呢 更好的成长了 我们也有专门的让一条龙的服务 来对他们进行这个科技和创业项目的孵化 那首先市集上有他们的展位 事后我们也有专门的一个单独的路演活动 让一些资方来来考察他们的项目 然后现场洽谈一些投资和孵化的这个可能 而最后的最后 大家劳累了那么久 那我们希望给我们自己的共创人 开放协作人颁一个奖 那这个奖项呢 它的玩法很有趣 有点类似于饭圈的这个连夜给某某某明星 克奖杯 克小金人的那种玩法 就是任一个人都可以给我们共创人 去提一个名 然后这个名呢 也是这个奖项名 也是什么最有最厉害的打杂人啊 或者说六边形战士啊 什么最美共创人啊等等 这样的有趣的名字 只要你认为它名副其实 你就去提 提了之后呢 争得另外九个人的这个投票 那你们这十个人呢 就自己去网上买一个奖杯 设计好的之后 制作出来的你们十个人去分摊 奖杯的费用 用真真实实的软胃币 来为你心中的开放协作偶像 来打call投票 OK那最后呢 我就分享一点 我们中远期的一些规划 首先呢 我们希望把社群当中的美好事物 广泛的传播出去 点亮更多有趣的灵魂 那最近呢 我们也跟我们当地的一些政府部门呢 去谈一些 谈一些 就是更落地的一些可能 那我们希望在青年发展相关的一些活动和项目上 与政府一起配合 来打开更多青年的眼界 和他们的这个想象力 OK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是在群里跟更多跨界的朋友交流 然后希望呢 能促成更多公益和社会创新的一些活动或者是项目 那让我们的正能量 能传递给更多的有趣的人 有志的人 当然我们也希望 开放协作人 我们前面才搬了一次 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开放协作人 能参与到 这个奖的提名和投票当中 并且呢 让这个奖成为所有开放协作人心中的圣碑 总之 是一个给大家的一个指引 让大家 能把这个开人市集 开放协作 把它发扬光大 对 那最后呢 其实因为开人市集的很多启发性的一些点子吧 其实很多来自于这个我们CostCup和CostCup很多兄弟社群的 一些交流过程当中的一些小点子 所以呢 我们也希望与台湾开放文化基金会 旗下所有的这些 有意思的开源社群 开源项目 公益社社群 与他们进行这个更深入的交流和合作 希望能促成更多 两岸之间 在公益开源和社会创新方面 一些更棒的事情 更不一样的事情 对 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的 这个能为两岸和平做出一点努力 OK 那最后 如果疫情能尽快散去 那今秋十月 我们成都再见 我们成都的成都的开放协作人和猫猫狗狗们都等着大家 呃 来和我们在成都开源市集相聚哦 好 就拜拜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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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